要我说啊 这减盐太简单了 平时做饭的时候 少放点盐不就行了 那可不行啊 我们还得当心 生活中的隐藏呢 在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当中啊 确实有80%以上的盐呢 都是来自于家庭烹饪里边的 食用添加盐 但是其实其他的一些食品 也是盐的来源 比如说像零食 包装食物 包括面点 面条 面包 哦对 还有火腿 培根 或者是一些各种腌制品 都有盐